请方便消息 先来看我省的情况 1月25号80至昨天80 水阳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昨天零时排查出25号确诊病例的密接97人 次密接155人 风险人群6285人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排查出1.19个全部进行了中末消毒 消毒面积达2937平方米 目前我国正面临德尔塔和奥密克戎的双重挑战 春雨期间人员密集 客运站商场等地人员流动性大 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 住劳防疫屏障刻不容缓 辽宁疾控发出紧急提醒 建议外省来返辽人员主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并进行14天健康监测 与阳性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的活动轨迹有交集的人员 或您收到相关内容的短信提醒 请立即报告居住地社区村组或工作单位 配合并落实辖区的防疫措施与政策 春节期间提倡您就地过年 请非必要不返辽 非必要不出辽 避免参加聚集性活动 尽量减少外出 另外呢 大连市疾控中心也发布了紧急提醒 1月13号寒13号以来 从浙江省杭州市来返联人员要主动报备 立即至指定的医疗机构相应核酸检测窗口 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同时配合社区村尽快落实核酸检测 隔离管控健康监测等各项防控措施 与各地阳境感染者有接触史或 活动轨迹有交集的来返联人员 请在原地休息不能外出 要立即报告居住地社区村单位酒店 配合落实核酸检测 隔离管控健康监测等各项防控措施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 1月25号16时至昨天16时 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例 无症状感染者2例 奥密克戎变异株关联疫情 无新增感染者 经调查以上新增的感染者均来自管控人员 1月15日以来 本市累计报告本土新冠肺炎 病毒感染者75例 其中奥密克戎变异株关联疫情 累计报告6例 均为确诊病例 均为轻型 已连续3日无新增感染者报告 德尔塔变异株关联疫情 累计报告感染者69例 确诊病例54例 无症状感染者15例 近期北京广东等多个省市出现 接触境外物品或邮件后感染的情况 多地疾控中心发布措施 要重视人物环境同房 制定疫情高风险国家和地区进口海鲜 冷链食品水果及邮件的相关消杀制度 并加强相关从业人员管理 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健表示 继续开展冷链从业人员全面排查 风险点位全面排查 全覆盖不移弄 坚定不移全链条排查冷链货物 完善冷链食品管理办法 对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依法严惩 为助劳市场防疫屏障 北京将进一步加密市场领域 常态化核酸检测 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 由持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上岗 调整为持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上岗 对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 共同居住者核酸检测频次 由每30天检测一次 调整为每15天检测一次 通过强化监测预警力度 切实提升疫情风险早发现能力 辽宁省由各市政府成立 首站定点冷库工作专班 对首站定点冷库实行集中监管 要求冷链从业人员从严做好个人防护 避免工作期间与家庭成员 和社会普通人群接触 疾控机构在PP检测 渐渐消毒的基础上 对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进行全面消毒 并及时开展消毒效果评估 在深圳光明区最大的仓储冷库 每天有超过300吨进口动品入出库 企业落实防控责任主体 在作业区域划分清洁区 半污染区和污染区 并同时做好配套设备设施 每日消毒工作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2021年海关抽查进口冷链食品和农产品 境外生产企业745加次 检测样本363万个 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样本550个 监督口岸预防性消毒各类货物 115万吨 内外包装7185万件 2022年海关还将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和智慧化多点触发机制 不断完善防控策略 严格实施进口冷链食品 农产品和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 监测检测和预防性消毒监督工作 妥善做好后续处置